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挺艰巨的 其实我一直在寻找撞声这个团队它本身的特点 我们一直想找到一种独特的撞声的声音 我要把昆曲的元素跟我们阿卡佩拉做一个结合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现在先把旋律给讨论一下 就是说要以一个什么旋律来对应它的那个段落 说唱能不能想 因为如果要是有一个相同的状态的两段来讲的话 它可能对比不够强烈的情况下是谁都不舍 通过这次任务 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我们中国自己本身这么好的一种音乐表演形式 那么我们这种阿卡佩拉呢其实是来自于西方 这次是我们要用最西方的表演形式来展现这种最东方的旋律 我觉得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你那狼叫得嗨一点嘛 那个地方它不让我吸气啊 只劲唱和唱得有劲是两码事嘛 其实在最初这个大致的编曲已经出来的时候 没想到进棚会这么困难 然后录制的这几天 尤其是第一天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沮丧 大家都是录到了一个从来没有面临过的一个状况 因为每个人的每个声部在同一阶段 节奏 面法 还有音都不一样 没有想到我们给自己造成了一个这么大的困难 经过三天的录制 我觉得我们已经快录风了 今天终于可以暂时告一段落 我现在觉得如释重负 然后这一次真的是突破很大 我们当时只是现在只是听一下这个录完的小样 就觉得实在太期待到后期到底会变成一个怎样的成品了 我无限期待 无限期待 嘿 喂 车子 您好 这次想请来跟咱们合作的那个林杰导演 这是我刚才讨论剧本的 我听过了 咱们就是用昏剧 对 说那个现代相结合那个感觉 对吧 那反正我现在那个场景我觉得是很难想要 写个脚本吧 你看 写吧 我想象的场景觉得哪怕是纯黑的场景 它的整个的半相的气场都会比我们大很多 你之前说那个你想的用光啊 用纯黑啊 我觉得是整个画面太干了 我们想感觉和画面嘛 我们怎么去结合 时空上也不对 环境上也不对 你想体现出的那个民族的一些我们传统的一些文化那些东西就很难去体现出来 毕竟我们也不太了解 我们就为了这事儿看过这场昏曲了 在和MV导演谈过之后 我觉得我真的从来没有面临到这么大的困难 从没有想到要拍一个MV是一个如此如此庞大的一个过程 其实在主唱一个人唱的时候 背后所有的成员都在同时发力 然后同时唱着自己的声部 才能汇聚成大家最后听到的东西 我觉得如何在影像上表达出来这一点 我还在犯难 经过这两天的拍摄 体验到了当一个演员的心酸 你在整个表演过程当中 就是没有张力 你看这个画面 在这个画面的时候 你的整个动作幅度也不大 会比较干 大家应该MV出来会看到我们 就是站在戏楼前面 非常美美地在唱歌 实际上那个大风雨就快把我们的团员吹死了 很多团员还在发着高烧 大家真的非常敬虑 他很专注于音乐 就是因为艺术有很多方式去表现 他从那个不会演到现在是会表现自己的情感 我觉得他是一个从音乐的本身 和他整个灵魂和身体 全都沟通了一个过程 在前面梦想支持的阶段 当时制作MV更多的是配合 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不管是从专业上 技术上 甚至包括与人的沟通上 现在我终于拿到我们的MV了 我觉得非常的兴奋 经过这近小一个月的时间 我觉得让我们团队成长了很多 我们撞声一直在寻找一种独特的声音 想让我们撞声成为独一无二的团体 我觉得这个作品真的从很多方面都达到了这个目的 我觉得我们团队真正的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命的理由 想让我们 regenerate 破坏了很多事情 我们存在 到破坏了很多 不能 gereidament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